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6月9日 已經是星期五 說中國的經濟不好 說中國的欠債好多 不能夠 跟大家說一節 中國的樓市 香港的樓市 我們也經常跟大家更新 但是中國的樓市 因為地方太大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獨特優勢 也有獨特的缺點 當然啦 北上廣深 他的優勢就是旺 但是缺點就是貴 貴的物業 跌上來都是零射金的 而現在 北上廣深 這些大城市 他們 通常 都會用一個字 最近很流行的 秘不發喪 為甚麼 差到 不敢出聲 因為開了聲 怕出事 北京的樓市趨勢 在中國樓市其實只是一種屬形 現在全國都不好的 有沒有哪個地方好呢 沒有 他 據說將他分開兩個位度來判斷 首先 看地產相關的行業鏈 產業鏈 例如搞裝修 2022年有42家公司 做裝修的 是清盤 是破產 裝修行業的業績 基本上全靠房地產 裝修不行的話 即是證明樓市也不行 其次 股市也是程語表 房地產板塊今年一直在大跌 資本不斷逃離樓市 現在 當然未必是最差的時候 有機會 接下來會更加差 所以 現在大陸的市民 已經用了新名詞 秘不發喪 北京樓市究竟慘成怎樣呢 就是這樣 很多房區 樓價也下跌 二手樓其實想買 沒有人要 看也沒有人看 有業主一日 就減20萬 為求脫手 有些就減50萬 其實也沒有人採 北京現在的樓市掛牌量 可以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二手掛牌量突破了12萬套 但是 沒有人接貨 基本上找不到人接 4月份北京網簽的房地產有13928套 大跌了37% 而5月的數據只會更加差 現在12萬房 12萬套房子在放盤 賣到 4月份簽到是13000多 其實比例也算不錯啦 起碼有 用比較細的 微觀的看 現在北京急著賣的二手樓 大部分 集中在舊的小區 老城區 鏈家掛牌量11萬套房 做例子 樓齡 10年以內的房源 只有1成 70坪以下的房源佔最大比 即是舊的 舊城區 細樓 基本上的鏈條 被撤斷 北京也取消了學位政策 實行大學區政策 舊樓 的缺點被放大 好 宏觀一點 北京樓市的趨勢 正是現在 剛才所說 只是全國的縮營 你會看到 很多地方其實也不行 現在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是很多 政府 為了 勾起樓市 不斷幫樓市打強心針 限跌令 公積金也可以 給首期 也減貸款利率 也可以 過戶 即是 按比銀行也繼續可以過戶 各種各樣的刺激 以往不可以大壓過戶 即是你有案件要先清還 現在可以連案件一起過戶 在大勢所趨面前 這些政策其實也沒有用 因為大家最重要的是甚麼 信心 大家對信心 沒有 今年初曾經有一度反彈 當時我已經跟朋友說了 你們在大陸有樓 趕快賣 因為 是你賣樓的最後一次機會 結果現在沒有了 現在又倒下來了 因為那個 短時間的井噴 短時間的購買力 根本 就沒有辦法長久 房地產在今年年初 有一陣子 因為大陸政府 取消限購 然後就逮捕別人買樓 不斷放寬 銀行也放水 根本就想趕到別人去買樓 結果 好了 買了的 現在很糟糕 年初買的 現在已經有個 虧本了 已經要輸錢了 現在的大陸樓市 其實還會 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失業率高期 現在很多的事業單位 開始減薪 連大學 連中學 連小學的教師 都要減薪 很多地方 他的財政支付不行 教師沒有糧出 最長的是超過 18個月的教師沒有糧出 而且 體制以外的 例如一些 臨時的警察 臨時公安 臨時的消防 臨時的城館 連城館也有臨時工的 因為他不是正式的編制 只能夠掛職 不過是一個臨時的性質 那些基本上 未必有得轉正 而且接下來可能會 炒人 接下來 會面對國企 民企 以及事業單位 以及公務員 開始減薪 我們去年跟大家報告過 深圳的教師 一減減薪大半 25萬一年的 減到15萬 一減減10萬 市民如果買了樓的 要供樓的 怎麼辦 所以樓市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減薪 這個情況 香港已經試過發生了 1997年 香港的經濟泡沫爆破 樓市爆破 面對失業 面對 通縮 加上當時還是加息 現在大陸好一點 大陸減息 但是全世界加息環境 大陸還減息 當然減息就是希望人們買樓 實際上幫不了 原因就是沒有信心 因為人工減了 誰敢買樓 以前我有 萬多元人工 還可以供樓 現在減減一半 人工沒有了一大半 怎麼供樓 突然間失業怎麼辦 最近 阿里巴巴的財源 25,000人 令到杭州的樓市 是腰斬 腰斬怎麼斬呢 300萬的樓 只剩下850萬 800萬的樓 只剩下400萬 是腰斬下來 沒有人要 杭州 以前就靠著一些大公司 例如阿里巴巴 撐住整個市 現在阿里巴巴財源 杭州就崩潰了 然後不是只有杭州 而是上海 深圳 廣州 這些一線城市 全部的樓市都大跌 根本現在 沒有人要 我們有朋友親戚在大陸買樓的 他們也說 沒有人看 明明約了你們看的 也放飛機 搞到他們白行一趟 情況接下來會持續 會繼續跌 跌到 頂不上為止 所以我們之前說過 在上海一些比較聰明的人 他們就開始想到一件事 就是 把一層樓按給銀行 按給銀行怎麼辦 借七成 然後 再按給其他的財務公司 不斷借 一個層樓不斷狂借 然後 走賣樓 當他 狂借的時候 他拿著一筆錢 比他劈價賣樓好 因為樓 賣不到 但是借到銀行 他只要肯借 在大陸也還有機會 拿著一筆錢 走去 做甚麼 搞移民 把一筆錢轉向外國 現在大陸呢 當然你說是不是完全百分百走不了 也不是 你肯走 也還能走到 所以 當了一批這樣的人 用這個方法 拿了一筆錢 當然你要想著以後都不回大陸才行 基本上 你要 可能 連根拔起 可能連老婆子女一次過全家都走 或者慢慢把他們送走 如果不是 你就麻煩了 大陸是沒有個人破產保障 要追你 追你家人 所以 這個方法只是適用一些永久離開中國的人 當然 香港就不用用到這個方法 但是 香港 接下來也可能要用 為什麼 因為樓真的賣不出 最終你的樓給了誰 給了銀行 銀行就成為業主 這個情況 如果持續發酵下去 銀行最終就會爆補 就好像當年的日本 日本的泡沫爆破了之後 其實日本很慘 因為樓價大跌 但是 日本的人工沒有怎麼減過 當然有財源 有減薪壓力 但是 相對來說 它也穩定 日本人的收入在30年來 只能說是沒有增加 但是也沒有怎麼跌過 他們的生活水平 就跟30年前一樣 他們的物價就跟30年前一樣 所以 現在日本是很低賣的 物價各方面也很划算 樓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日本會地震 如果撇除了地震因素 日本樓也能買得過 為什麼呢 以往日本的經濟 是 不可以 一直都不可以 但是現在全面復甦 巴菲特 也躺了身上去買 所以接下來日本經濟會更加向上 而且日本好 中國不好 為什麼呢 日本迷失了30年 中國就 高速增長30年 現在輪到中國開始就迷失了 因為 我們會看到 不會走得很久下去 原因就是欠債太重要了 欠債太多 中國人的槓桿太高 我們跟大家說過 一般中國人買樓是100倍槓桿的 沒有人 沒有世界 沒有一個地方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 接受到人民用100倍槓桿去置業 基本上是肯定爆的 而且 這個鍋子爆起來 每個人都會死 高位買了樓的 會跌到一萬不值的樓 你不要打算便宜 一層樓幾千元 甚至乎一千元都有 甚至乎一層樓就不想要 過戶費 經濟用感也要一千元 為什麼一層樓也要一千元 他不想要 好了 按回市價 多少錢才合理呢 其實五千 八千 一萬 萬二 兩萬元一套樓都有 50平方 60平方 多少錢一呎 大家自己除 是兩萬元一個單位 萬五元一個單位 是有的 很多 不是東北 不是鶴江 不是黑龍江 是河南省 河南省也有 很便宜的樓 當然是鹿城區 舊樓 但是 還是很便宜的 大家不要忘記 日本可以迷失30年 中國迷失不起 因為你的樓 其實只有70年的暫住 只有70年的使用權 你可不可以迷失30年 你迷失不起 是不是 所以 中國的樓是一定是 絕對大爆煲的 而這個被不發喪 也沒有辦法 全世界都知道他死了 好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在 6月24日 在 倫敦的南部 會舉行一場 RHKTF的閉門會議 我們是一個軍事學院的形式 去教授大家一些軍事的 基礎知識 希望大家可以報名 名額是40個 現在有部分人報名 我們押門即止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拜拜